好,我們來跟老師介紹一下這個螢幕畫底 EPIPEN 那這個的話呢,您可以選擇就是 安裝的版本,也可以用免安裝的版本 所謂的免安裝,事實上就是 安裝完,把它目錄扣出來,就這樣子 不用做破解 那你用安裝的,我也不反對 點進去,直接下載 我們先用安裝的好了 反正檔案都不大 好,那您回去之後,您可以如果有需要,您再從這個下載 免安裝的 好,你看,應該我記得3.4MB而已,有沒有 所以我們這邊下載應該蠻好 我先等各位老師一下 待會呢,您下載完了之後,就直接執行 教室的電腦應該是不還原的嘛 對不對 所以說,您如果說像這種的 反正裝一次應該也還好 好,裝一次也還好 那如果上面這一部分,您有需要在桌面上 產生一個捷徑的話,這裡可以勾起來 可以勾起來,這樣就不用說我再去應用程式裡面去找 好,來,我先還給老師 剛剛我在裝的時候,裝到後面它 要安裝一個單內的,有沒有 這個你可能要先同意一下 因為這邊沒有裝那個單內的,這個工具會沒辦法用 所以可能這裡,這個就要,也許要下一點點時間 好,那我還是先把畫面還給老師了 好,利用大家現在都還在跑 我們把這個,它的這個快速鍵的部分跟老師介紹一下 它的快速鍵,你看 待會你執行的時候,它就是有一個這個 這樣有了齁,它的畫面就是會有一個這個 那你打開的時候呢,就是這個眼睛 打開了,它就這些功能就會跑出來 眼睛按掉,它就收起來 下面這邊就不見了 所以呢,所以在這裡 您如果要打開跟關閉 就是這個,快速鍵 有沒有,Ctrl 6加1 就是,由上而下,是這樣這樣 這一個,變成指標,有沒有 就變成這個 這樣了解了齁? 沒有了解 沒有了解齁? 等一下,等一下實際用看看齁 但是呢,這裡呢,我們在螢幕上主要會有幾個功能 第一個,你要畫筆嘛 所以它裡面的筆有兩種 磁心的筆跟螢光筆 那顏色呢,就由下面這裡去決定 預設有四個,如果不夠 你就從這裡去找一下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它有橡皮擦 橡皮擦,所以橡皮擦的快速鍵在這裡 有沒有Eraser 就在這邊 那筆刷的大小啊,這應該就還好 還有一個就是說 今天如果,比如說像 我在這邊畫的這個,畫下去了 可是我想要操作網頁內容 你就把它換到滑鼠就好了 所以柯手指的就是 切換回滑鼠的狀態 可是你的筆跡會繼續留在上面喔 有沒有 會繼續留在上面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希望 同學看清楚哪一個位置 你把那個地方畫好 比如說人家播影片 對不對 你要看哪一個位置 你就把它畫好 影片繼續播它的 筆畫會留在上面 那如果你真的要把筆畫都清掉 在這邊,是不是有個垃圾桶 就這樣子 甚至你可以把它拍照 就直接把這個畫面存檔下來 所以它主要功能就這樣子 就這樣子 所以呢 我先看一下我這邊 下載好了沒有 我已經快好了 所以各位的也差不多了 那還沒好之前呢 我有錄教學影片 哈哈哈哈 Apping Pan螢幕畫筆 如果您使用的是 這樣有沒有看到 使用的時候 還沒有開始用的時候 眼睛關在這裡 直接執行 Apping Pan 這個是免安裝的版本喔 就直接執行 我現在是比較認真進行部落格 因為影片的使用相當簡單 所以我會 有時候會錄這些教學啊 這裡提供兩種筆 一種是實心筆 這樣下次就不用請我來了 叫徐老師 負責放影片九號 哈哈哈哈 他就負責說 其實以後我上課真的是這種方法 各位了解嗎 因為實體面對面的機會會越來越少 不會完全消失 就跟書 我們紙本一樣 不會完全消失 但是量會減少 為什麼 因為很多就可以自學了 所以我禮拜我要去中正大學 去講一個主題 別讓你的學習不開心 一切就從開放課程 自主學習開始 有沒有這樣還蠻吸引人的 哈哈哈哈 因為現在有很多所謂Mock課程 就是自學的 而且你看我們現在國小 國中高中有沒有所謂自學課程 再加自學的啊 也有啊 那他想辦法找那些學習資源嘛 所以 以後這種機會 降底差 會越來越多了 這樣應該有了解吧 你可以單獨點一個 就把你的筆畫沾掉 那麼如果想暫時 將這個筆記關閉的話 你可以選按上面的眼睛 這樣就可以把這個工具先暫時收起來 那麼再次打開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打開那個筆記還在 所以有些時候我們在講解的時候 有需要這種需求啊 我剛剛畫的重點在那裡 可是我不希望把白板擦掉啊 對不對 所以我為什麼要擦在第一位 是因為這個工具簡單好用 另外呢 他只有少一個東西 沒有放大的功能 沒有放大的功能 下方的圖示 就可以看到更多的 有沒有他圖示都蠻可愛的 這對小朋友來講 是蠻適合的 老師在用的時候 會覺得說 比較可愛一些 你看我這樣講完 就安裝完了 你們的也是差不多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 就實際來用看看囉 這樣你知道為什麼我要錄影了嗎 有時候 電腦有狀況的時候 可以電檔一下嘛 開玩笑了 來在這邊打開 應該差不多了 打開Finish 好 出來了 哇 執行了兩次 我把它關掉 要離開它從這邊 有沒有一個離開 從這邊離開 好 你看齁 我現在就已經進入這個模式 可是呢 因為我現在還在游標有沒有 所以我的網頁可不可以操作 可以 可是我想要告訴老師 這個地方你要注意一下喔 現在用的是螢光筆 不是 這個是那個一般的筆 右手邊這才是螢光筆 所以 這樣比較一下應該就看得清楚了 好 那所以呢 就這樣了 你看我把它關掉 你可以繼續操作你的網頁 它就只這樣子 幾乎不佔什麼空間 那等到你打開 剛剛那筆刷是不是還在 就是這樣而已 好 來給老師試看看囉 來給老師試看看囉 我來給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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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給老師